任何金泰西结婚后 一家人住在首尔离太院豪宅 然而却有疯狂粉丝从2021年开始 多次到住宅案门林 一年间就高达14次 而任何金泰西也报警了17次 不过由于跟骚法当时尚未施行 因此警方警队该民司宣犯 下达三次轻罪警告 而近年实施根骚法后 去年私生犯再度以同样的受罚骚扰 任立即报警 警方迅速逮捕现刑犯 检方也将该私生犯求新一年有期徒刑 并要求接受治疗课程 不过任何金泰西也应该骚扰 已经在去年卖掉豪宅 搬离该处 粉丝们得知后都表示真的太可怕了 真的要抓去关才能阻止他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门处理